新創777 帶著大家發現台灣新契機 大家好 我是節目主持人楊婷 那麼經過連續好幾個禮拜 激烈的競爭比賽 目前已經有很多的團隊 都在我們的平台當中脫穎而出 而且展露頭角 那麼緊接著 因為我們的時間點 越來越接近我們的決賽期了 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地緊張 那麼至於還有哪些優勝團隊 會繼續在我們的平台上面 展現優異的成績 請大家跟著我們一起拭目以待 不過現在先讓我們了解一下 遊戲規則 第二階段副賽 由評審出題 經過隱藏版的大考驗 選出最終冠軍隊伍 冠軍隊伍將可獲得10萬獎金 以及百萬媒體宣傳 好 馬上就要來介紹 我們今天最專業的評審老師 首先先來歡迎 我們上頂醫學 影像科技共同創辦人 陳如芬老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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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業人勇敢向前行 這世界將因由你而大不同 財團法人 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 賴昆成董事長 盡情花揮創意 善用政府的資源 以及是我們GoGo台灣主持人 Windy 段慧玲 不安分的人生才有趣 不安分的點子才獨一 好 競爭的比賽 馬上就要開始 首先先來看看 今天第一組的VCR 嗨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來自苗栗的 絕額帶黃文藝 我是蜜香洋公園張志成 我們目前做的是 戶外餐桌的這一個平台 是我們想要推廣我們的農業 讓我們台灣的農業更加地安全 我在我手上的這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最新的品種 叫寶島甘露的水林 目前它是沒辦法在市面上 出現了 因為它被我們選為主格外品 我們就有可能把它做成 我們餐桌之上最美味的佳肴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平台 讓我們的農村青年夥伴們 大家都會看見 目前我們台灣的農業 會需要我們安全農產 來做一個推廣 會希望大家支持我們的 安全農產品 今天來到新創77 希望我們能夠拔得頭籌 百姊不明 加油 看了我們今天第一組的 VCR之後你會發現 真的現在要吃喝玩樂 真的要找到我們的農夫們 跟著他們去玩就對了 好 現在就趕快 先來歡迎我們今天第一組參賽者 橘二代出場 歡迎 加油 各位觀眾 各位評審大家好 我們是 反親復名 返鄉青年 富足人民 反親復名 聽起來好像感覺 回到了久遠的年代 但事實上是返回 家鄉 富足地方人民的意思 就是青年朋友 其實兩位看起來就非常地年輕 尤其你們名字叫橘二代 感覺你們不是第一代對不對 應該說我們是 種橘子的第二代 而且聽說你們現在是聯盟大軍 對不對 是 這樣的一個農民 大家團結力量大 怎麼樣去創造一些 這樣的一個產業的經濟 我們把時間交給你們了 好 歡迎 加油 我們的反親復名聯盟 最主要從兩年前開始 示範我們的戶外餐桌 我們會希望說人家來到農村 不是只有走馬看花而已 我們會希望說他來這裡 是深度地體驗我們地方的生活 甚至跟我們的農民夥伴們 來一起做一個交流 然後深度了解他們的農產品 我們現在有我們的 十大神農獎得主的志誠先生 他來跟我們介紹說 我們的蜂蜜如何分辨真假蜜 跟我們的蜂蜜 還有螞蟻之間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我們來有請志誠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志誠 現在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蜂蜜的真假到底要怎麼分 如果說我們來選購的部分 我們可以先把它拿起來 之後打開聞聞看香氣 是不是有天然的味道 主要的話就是 一般假的蜂蜜的話 它是比較透徹的 把它拿到光線底下去看的話 很容易像放大鏡一樣 就是透過我們後面的背景 如果說是真的蜂蜜的話 它裡面有氨基酸 有一些蜂蜜酵素的成分在 有花粉在 所以說基本上它是左的 不一樣的蜂蜜 它會有不一樣的色澤 不能依照色澤去斷定它的真假 所以說我這邊有個方法 提供給大家來知道 所以現在是有兩杯 對 兩杯 都是加了蜂蜜的 沒錯 這個蜂蜜水 我們就是把瓶口旋緊了之後 是 之後我們把它充分地 均勻地混合 搖晃一下 對 搖晃了幾下之後 讓蜂蜜散了之後 我們慢慢看 它的假的蜂蜜 它慢慢地泡泡 它就是會消失不見了 真的蜂蜜的話 它的泡泡可以持續大概半天以上 甚至一天都有可能 是 大家都有個疑慮就是說 真的蜂蜜到底螞蟻吃不吃呢 蜂蜜的含水量 大概是控制在20度以內 這麼低的含水度的蜂蜜的話 蜜蜂跟螞蟻的吸食器 它並沒辦法直接吸去 因為吸不動 吃不動 等於像吸管一樣 太小 太細了 吸不動它的濃稠度的概念 對 好 分享給大家 我們現在看一下好不好 到底現在哪一罐是真的還是假的 大家可以看 這個泡泡已經快沒有了 甲蜂蜜最後的泡泡會不見 甲蜂蜜最後的泡泡會不見 完全清澈 了解 好 這個就是今天專家教我們 怎麼樣來判斷真假蜂蜜 對 是 OK 我們在重視這個農業議題是 例如桌上擺放 擺起來了三種 我們的水果跟蔬菜 然後它也是我們所謂的 農村的格外品 我們農村格外品怎麼分呢 我們除了裝禮盒之外的 我們都把它歸類到 我們的農村格外品 它可能是它有一點點變形 或者像這個水梨它有一點擦傷 它可能就還可以食用 最後面我們把它操作幾個方向 像我們評審桌上的果汁 其實都是我們的格外品 所衍生出來的一個 附加性的產品 你可以試喝看看 它是什麼口味的 那是茂穀乾果汁 是我們家的 它是完全由水果切開之後 直接壓榨 然後沒有加任何一滴水 然後把它做成的果汁 我們把它冷凍起來 它就可以保存了 我自己的橘子是這樣 我們家有30%到40%的 會是在格外品那一邊去 那也是我們一個最主要 會想要做戶外餐桌 跟我們衍生性的加控農產品 來做一個區隔 那最主要還是 像這個 它就可以 變成我們在餐桌上面的 一個食材配件 它可能變成 水梨排骨湯 它就可以直接進入 我們的餐桌系統 像我們現在目前的蜂蜜蛋糕花粉 它就是一個 我們很棒的餐桌上面的組合 那我們目前最特別的是 我們會在 餐桌活動的體驗當中 我們會加入最新的科技 是無人機體驗 最主要還是在 我們的戶外模式的時候 它可以俯瞰我們整個環境 跟我們餐桌的狀態 這樣子 好 以上就是我們所介紹的 我們完整的戶外餐桌 我們是 反親復名 返鄉青年 富足人民 很有活力 感覺我們的農業 未來非常地有希望 不過我想今天 聽完你們的分享之後 我們趕快要請一位 真的是在地的專家 好的 因為全台灣應該是 你最熟門熟路對不對 歡迎Windy 謝謝 因為其實台灣真的 我在做外景的時候 走訪了很多的農業 產業 甚至養殖等等之類 我其實非常喜歡 像這樣的概念 我也覺得說 所有的小農 都很值得被推崇 但是我是很好奇說 文藝剛剛有提到 你們的蔬果 採用的都是安全的蔬果 你們的安全是 有什麼樣的單位 或是有什麼樣的標準 來認定呢 其實我們在夥伴之間 大家都是有 互相自行的品牌 我們在操作自己的品牌的同時 我們每次都會自己去檢驗 自主送之後 我們會看這位夥伴 他有沒有認證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我們的 陳如芬老師 文藝 你是橘二代 是 然後製成是蜜香園 對 我想請問你們是怎樣 一個合作模式 因為聽起來好像 不是同一家公司 對 不是同一個品牌 其實 我們在這場餐桌上面的 合作是這樣 像我們在旁邊的立牌上面 我們會有反親復名 其實我們有八個夥伴 其實還有很多 我們在群組裡面有大概 一 兩百個都有 我們每次在餐桌上面 所呈現的農產品 可能我們這場要出水梨 可能找水梨的果農 然後一起來邀請他過來 但是我們也會有一些 跟客人收取的食材費 或什麼我們也給他 有時候他自己在 他自己的水梨園裡面 想要接他們的單 我們整個團隊的人過去 幫忙他布置 然後幫他組好 然後幫他邀請廚師過來 幫他做這樣子 那這聽起來有一點複雜 這就不是一個公司創業了 你們變成有一個 核心夥伴 對 然後有一些小農 對 然後還有一些媽媽對不對 都有 那你們談一下 你們這營收的來源 然後你怎麼樣把這個規模做大 我們在辦一場戶外餐桌 這一場 我們最低收費是1千7百塊一個人 那我們最低的人數 限制在30人左右 那我們怎麼猜論呢 是說每個夥伴過來之後 他會有基本的工作費 跟我們會跟他買的食材費 然後還有 我們在戶外餐桌結束之前 我們會讓每一個農民朋友 他自己介紹他自己的產品 甚至我們在旁邊會有一個 小市集 客人他就直接可以跟他採買 我還想請教你 請說 假設這些人 這些旅行社的合作都推展開來 是 農民格外的蔬果 有你們之前跟之後 有一個什麼樣的差別呢 他們在營收或是處理上面 我們在格外品這邊操作上面 我們單純是 目前在餐桌上面操作 我們未來是看 我們像桌上的果汁 像我們的果乾 我們會在我們的餐桌上面呈現 並且是利用餐桌這個平台 幫他行銷曝光 我想請教一下 你們現在都是用個人 有沒有成立公司 其實這樣 其實我們很多做品牌的夥伴 他自己都有成立他自己的 企業或公司 他們也是以他們的企業或公司 賣他們 屬於他們農產加工品 像我們那邊有賣芋頭的 他直接把它做成芋頭乾 他就必須要有公司才能營運 所以在成立公司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基本上是 目前新一代的青農夥伴 他是比較有這種概念的 我剛剛聽你講說 你們這個一個人頭 大概1700塊以上 而且是動用了這些 不同聯盟這些 這些的負責人他們來 我想這個時間的成本跟這個 非常大 這非常大 這個大概不適合說常態性的 對這一方面 你們自己的定位 如果是以戶外餐桌這件事情 是兩種規劃 一種規劃是我們像 旅行社 他會要求說他來到 吃完馬上就走了 那我們會有 單價比較低的方案 就是很單純 我們也沒有立即的出現 很多人力來服務他 這是一種比較簡約式的 另外一種是我們 客製化的 客製化它有些像 物風農會他們就會 委託過我們來用他的酒 或者他用他的米 來做成料理 那我們研發完之後 我們再提報給農會的總幹事他們 他們吃到 覺得這個不錯 可以在餐桌上面呈現 我們把這設計好的 完整的菜單 最後我們再客製化在 它指定的特定的區域 把它出現這樣子 聽起來你們做的事情好多 就是 因為沒有一個很 不是一個整體性的油層 就是它好多的客製化 變成你們做的事情 非常地瑣碎 這樣你們有辦法好好種田嗎 其實說我們聯盟夥伴很多 我們會有幾個 是主要在規劃這一場餐桌 或我們主要是去跟 政府單位做接洽的夥伴 所以主規劃還是會有人 所以你們的地點 是不同的地方都可以辦 不同的地方都可以辦 我們從山上搬到海邊 好 我們接下來趕快請我們的 陳如芬老師幫我們做個總結 好的 民以食為天 所以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你們返鄉 以及怎麼樣把格外品 提升它的價值 然後把更多人帶到 就是第一線 農產品的生產地 這些概念我都非常喜歡 但是我想一般人 普遍會擔心就是 畢竟是要吃進身體裡面的東西 所以食安 你怎麼樣做出 不僅是食物本身 還有因為你是上餐桌 是 所以美味大概也是不可少 你如果要留住你的客人的話 是在你整個品質上面 你怎麼去確保 以及目前你們其實是一個 滿獨特的聯盟的方式在經營 所以怎麼可以去公司化 然後把這個 讓我們覺得很驚豔的模式 把它做大 做開來 讓更多人知道 台灣有這些很好 很精緻的小農 以及戶外的餐桌 請你們加油 祝福你們 好 謝謝 謝謝 我想這些青年朋友這麼有心 願意回到自己的故鄉去打招 這份心就真的 讓我們覺得非常地敬佩的 不過未來要怎麼樣 團結力量大 然後更能夠擴展出去 這是你們未來的功課 是 好不好 沒錯 接下來就請你們先到 我們的Dream House 休息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真的 感覺剛剛比較不錯 看台灣的 我覺得你認得滿講得滿好的 你也會進展 你也會進展 平常去 因為戶外餐桌 這件事情上面來說 很多人想要做 但是做不出來 就是這也是 靠我們大家一起團隊 把 我們去其他才會辦法 把戶外餐桌整個 架構跟流程把它做出來 我們農村需要被探檢 然後我們的農產品 需要更安全 讓我們台灣的農業更加值 那我們先希望我們會贏 謝謝 今天第二組的參賽者 是誰呢 趕快來看看他們的VCR 大家好 我們是AQPY雲攝影 我是雲攝影的共同創辦人 我叫迪士尼 我們提供的是一個 即時攝影的服務 我們可以讓活動現場的 所有人在五分鐘之內 就可以把一個很棒的照片 而且是跟你有關的照片 直接給你 你會不會更願意分享到 社群上面去呢 我相信是一定會的 這件事情其實可以去幫助到 活動有主辦單位 他們可以把好的照片 去做一個更大的擴散 讓更多人知道 他所舉辦的活動 除了我們現在在台灣發展之外 我們當然希望未來也有機會 可以走出台灣 到香港 新加坡 馬來西亞 甚至歐洲 美國等等的國家 包容這個很棒的網路服務 推廣到更多的地方去 希望讓大家喜歡我們的服務 愛褲拍 雲攝影 愛褲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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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我們今天第二組參賽者的 VCR之後 會發現現在這種 即時的一些連結的訊息 真的是現在最夯的一種科技 好 馬上就來歡迎 我們今天的第二組團隊 咱們的愛褲拍 雲攝影 大家好 我是可以給你10倍行銷傳播力的 攝影黑科技 愛褲拍 雲攝影 10倍 10倍 10倍代表是一個 非常快速的概念對不對 對 沒有錯了 好 那至於你們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到底可以給我們看到什麼東西 我想在這段節目交給你們 好不好 好 沒有問題 加油 謝謝 謝謝 OK 好 那在開始介紹 我們的雲攝影服務之前 我想要先跟大家說一個 我等了很久的愛情故事 我們先把時間移回三年前 當時我跟我交往10年的女朋友 她叫小禎 我們決定要結婚 然後我們的婚禮是在一個夜店裡面 然後辦一個波西米亞風的派對 那一天我的印象很深刻 是2016年的11月5號 那天晚上我們忙完之後11點回到家 我拿出手機 我想要發一篇文章到FB上面 結果我發現 因為那邊都很黑很暗 我每張照片都又黑又糊的 所以是沒有辦法分享的 不過想說還好我有找攝影大哥 我就打電話給攝影大哥說 大哥大哥 請問我什麼時候可以拿到照片呢 他說好好 我很快就給你 結果他在2017年隔年的1月10號 他把照片給到我 然後我也很尷尬 我還是把照片PO到我的臉書上面去了 其實台灣這邊婚禮過後8個禮拜 才能拿到照片 是一個很正常的時間的 我們想要去改變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才做了愛酷拍雲攝影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可以讓所有的現場的活動參加人 在5分鐘之內可以拿到專業的好照片 我們會提供你這個活動一個專業的攝影師 我們在他的相機上面裝載一台我們的智能設備 他今天只要一按快門 我就可以透過這台智能設備把照片傳回我們的雲端 同時我們有一票修圖團隊 他們會運用AI的技術來進行修圖 平均每張照片5分鐘就可以修好了 現場所有的人只要掃描這個QR Code 他就可以去看這個照片的內容了 如果你今天照片很多張的時候也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有做一個人臉辨識的功能 你今天只要自拍一張照片 上傳到這個相簿上面去 你就可以找到你自己在在場活動裡面 所有的照片 一旦運用這個服務之後 我們可以把握當下的時間點 我們今天活動現場如果來了100個人 我們可以讓他們全部的人 都有自己的好照片 然後就會分享到社群上面去 可以讓1萬個人去看到 其實創造了10倍 甚至百倍的一個傳播的能力 所以其實我們不但突破了時間的限制 我們也突破了空間的限制 我們可以把感動傳給全世界任何一個人 2019年我們已經服務了 大概150場的活動了 我們也曾經去過8個國家做拍攝 我們在今年的營收 就是已經接近台幣的1千萬 希望在兩年之內 可以讓營收整個成長10倍 不過我現在想要邀請我們現場的評審 我們一起來體驗一下這個服務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請攝影師上來 我們就是為評審拍攝幾張照片 我也要一起嗎 主持人要一起來 可以嗎 當然一定要入鏡 對 你也來 這個是非常歷史的一個畫面 馬上可以看到照片嗎 對 沒有錯 我要掃 掃這個 要掃 所以可以即時地去傳送到我們的手機 都可以看得到 對 它就是一個網頁 我只要掃QR Code 就可以直接看相簿了這樣子 真的出來了嗎 對 對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大屏幕這邊 對 我們來把它投射到我們的電視上面 好不好 我們評審已經開始完全沉醉在 沉醉在我們的相簿體驗當中了 對 就立刻我可以拍照打卡 所以我今天來錄新創新奇 對 沒錯 馬上可以傳送 我們可以看一下屏幕這邊 其實我們這邊操作是非常地簡便的 我們可以點 任何一張照片上面那個人臉 它其實馬上就會找出 我們美麗的Windy的所有的照片 因為其實說坦白大家在一場活動裡面 好幾千張照片 它最關心的還是自己的照片 我們就提供了這樣的功能 讓大家可以很方便地來操作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到 剛才我們的集體大合照的那張照片 其實我們是一鏡到底的 我們真的沒有中間短調 真的是抓住了我們最開心的那一刻 對 沒錯 人臉變勢以外 你加上一個修圖的功能 對 是 修圖功能是主張主張自動修圖 還是人工來操作 中間一定會有人工 因為我們會有一些照片 需要經過人工的篩選 篩選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人工智慧的技術 直接用AI用電腦去做修圖 然後修完圖就可以把照片 直接放上來這樣 那就跟個人用手機 自己拍了以後自己的做相簿 畫質或是它的修圖的那個 運用軟體也應該都一樣吧 這個其實會有一個非常大的差異 因為我們提供的攝影師 都是非常專業 他拍出來的照片品質是 跟手機拍會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 像你們就是 剛剛有提到說 已經有接了大概150場活動了 就是除了婚禮 或者是活動之類 也有很多的體育賽事 對 是 沒有錯 包括體育賽事 譬如說我們知道 因為我自己也很常參加 馬拉松或是三鐵賽 我們一場比賽是上千人的 這也是可以在 這麼快的速度之內拿到照片嗎 沒有錯 因為我們其實之前剛好就跟 AIR有合作一場 他們的路跑活動 那一場活動參加的是8千多人 我一鳴槍 他都還沒流汗 我照片就修好了 對 好快速 8千多人 你怎麼去找到自己的照片 其實就是我們會自拍一張照片 自己要自拍 對 我就用這個圖片直接去 以圖收圖 就可以找出這張照片 其實人臉變是 側面它也收得出來 我還是對於你們的技術內涵 比較感興趣 你AI是用在什麼地方 做什麼樣的學習訓練 它會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我們AI的機器學習 它會去學習說 我怎麼用電腦直接來修圖 修得跟真人的修圖 修圖師修得一樣好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剛剛講的 人臉辨識 其實它也是透過快速的機器學習 去 以圖收圖 就是跟這個臉長得一樣的臉 有出現在哪些照片裡面 我就把這些照片去展示出來 你現在做這件事情 你最擔心的是誰也跳進來做 其實我會擔心相機廠商 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假設我今天Keyron Nikon 他們也都可以做到 很方便地把照片傳輸回 手機上面去 確實就像你講的 我用專業的相機拍完的照片 每個人手機都可以拿到這個照片 它就可以用濾鏡去做修圖 這是我比較擔心的 但是目前是沒有看到 他們有這樣開放的政策 回歸到 因為我剛剛講 我比較常參加一些體育賽事 我也會去購買那些線上的照片 是 然後其實在我們參加體育賽事的時候 有非常多的運動廠商 它其實是會提供免費的攝影師 跟免費的照片 對很多的跑友或者是鐵友來說 我只要去下載 就可以得到免費的照片 那我為什麼要付費去買照片 你們覺得你們怎麼樣去區隔 或者是去面對這種 所謂提供 別人提供的免費服務 因為我們這邊其實會主要去跟 這個路跑的主辦單位 或者是贊助商做收費 我們在每張照片上面 可以自動加上浮水印 我可以把你今天贊助商的LOGO 直接放在我所有人的照片上面 等於說一場賽事8000個參加 你最早就是8000個 你都會來看照片了 對你而言是一個非常好的曝光 所以我們其實主要是 為了行銷跟傳播而生的 一個攝影技術 但是你說你要從1000萬 成長到10倍以上 這個我就很有興趣 你的市場的擴展 你的市場你要怎麼 你未來對象 我可以簡單地計算一下 因為我們其實很常會出沒在 萬豪酒店這種類型的酒店去拍攝 對 在台北市 萬豪酒店這種場地的等級 大概就有40到50間以上 他們一年大概都是200場活動 所以光台北市 可能一整年就有1萬場活動 其實我們目前也才拍了100場 這才1%而已 我甚至還有100倍的成長空間 我剛剛說過我們去過8個國家 我們去過香港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印尼 日本 芬蘭 光在台灣這邊就可以在不同的城市裡面 去做擴展 而且我們還可以去跨國家 去提供這樣的服務 9個月有這樣的成績 真的是挺令人驚豔的 你未來成長上 你最高的一個成本會是什麼 我覺得會分兩件事情 如果在我對B2B做服務的時候 就是我服務企業端的時候 我確實要有一個業務去做服務 這個人力成本就是存在的 但是其實我們這個服務 它本身未來是有一個藍圖 是可以做成 就是我沒有人去服務你 但是我把你做成很像 很像Uber或是Airbnb一樣 就是我只要需要攝影師的時候 我就一鍵呼叫 由我們這個平台 去提供這個攝影師給你 對 等於是說 他跟你收取的費用裡面 我們再賺取手續費 我們是可以轉換經濟模式的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其實就會回到說 我們自己本身的人力的成本 就會有一個上限 它不會一直成長的 所以這樣聽起來 你是要透過您這樣 這樣一個特別的創意 那結合既有的 現在的攝影機的一個 的硬體設備 然後我們現在APP的 既有的APP 然後你把它整合起來 你已經把 這個已經提升到 做平台的功能了 相當不錯 那也希望說 這樣有機會 你們可以多多再想 更多的一個加值的一些 對客人 甚至有些 幫他們做成一些 有些老人家還是喜歡看 紙本的項目 項目片的東西 明白 其實我們自己是可以結合 其他的服務 馬上現場就拿到 印出來的照片的 其實我們這也是用 資訊技術的方式 對 那你的表情 你們都隨時帶著嗎 對 我們只要走在外面 就是隨時都會介紹業務 不錯的一個模特兒 加油 好 謝謝 評審老師都給你們 非常高的評價 剛才連我們賴董事長都說 他如果退休 也要加入你的行列 謝謝 這個算是非常前景看好的 不過未來整個業務的拓展 應該怎麼樣讓他更大範圍地 有機會去做一些格局的改變 這個也是你們未來的功課 是 沒錯 請繼續加油 好 我們現在就先請你們 到我們的Gym House 休息一下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終於錄完了 第一次上節目真的還滿緊張的 剛剛表現還可以嗎 可以 我覺得今天來參加這個節目 真的是很有收穫 也非常感謝民視給我們這個機會 就是可以在電視上面 介紹我們的服務給大家 大家如果對我們的服務 感興趣的話 請上Google搜尋AQ拍攝攝影 謝謝 今天節目當中的第三組來賓 他們的表現如何 先來看看他們的VCR 大家好 我是藥土科技的營運營長 劉俊廷 我是藥土科技的共同創辦人 黃偉鋒 當初我們要做這個產品的時候 我的好朋友他來找我 他告訴我 我們一起來做一個 當下我聽的是一頭五嘴 我不知道那是一個 什麼樣的產品 後來他告訴我 他因為婦女在家煮東西 放機關瓦斯的困擾 所以讓他非常的擔憂 他想發明這樣的產品 解決他們的問題 當初會有這樣一家自動光的產品 其實也是來自於自身的體驗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真的能夠做出來真的很棒 那我相信呢 這個真的能夠守護出方 能夠讓大家更安逸 那今天一家自動光我們已經做好了 我們也上市了 我們希望全世界的社會 每個嘉賓站如果安全地控制 都可以平安 一家自動光 自動防禦關 抱住客氣 要每一人都幸福 從每一頓都安心 YA 今天第三組參賽者的VCR之後 我們發現居家安全真的很重要 尤其在使用瓦斯爐的這一塊 真的怎麼樣做一些很好的防範呢 我們先來歡迎咱們的藥主科技 歡迎 今天人馬非常多 來 先讓你們就定位 喊一下加油的口號 開始 藥主科技 我想安全是所有家庭 幸福的最重要的一個基本 沒錯 我們怎麼樣讓大家在使用的時候 真的可以很安全 很放心 每一頓都可以美味 好 來 我們先把時間交給你們 加油 大家好 這是一個因愛而生的產品 它叫做一家自動光 就如同各位手上所看到的 它不大 但卻是全球唯一 世界首創的一個 能夠主動幫您關閉爐火的旋鈕 簡單地說 就是你家裡的傳統瓦斯爐 升級成一個智慧型的瓦斯爐 怎麼升級呢 非常簡單 三個動作 就是拔 插 放 拔就是把原本的旋鈕給拔起來 插呢 就是把一家旋鈕再插回去 最後放 就是把我們一家的控制盒 對準 放上 並且壓緊 這樣子安裝就完畢了 顧名思義 我們一家自動光 就是可以自動幫您關 所以我們現在馬上來看一下 它是怎麼樣主動幫您關閉爐火的 好 對 使用上會不會因此而變得複雜 其實不用擔心 就是你平常怎麼開火 關火 現在就是怎麼開火 關火 唯一的一個很大的差別就是 在一個預設時間到的時候 它就會先以燈號跟聲音提醒你 你爐上的火還開著 是不是應該回來看一下 你如果真的沒有辦法回來的時候 我們一家自動光就會自動幫您關 就像你剛剛看到的那個動作是一樣的 廚房是一個家庭的重心 根據消防署107年的統計 廚房是建築物起火處所裡面排名第一位 平均每天有10起的廚房火災在您我周遭發生著 而且這還不包括未通報的數字 更令人擔心的是 台灣已經步入了一個老年化的社會 那面對這樣的問題 我們有什麼樣的解決方案 看一下 在一家自動光出現以前不外乎 增煙氣、智慧型瓦斯爐 以及像瓦斯遮斷器等等 但是現在不管是在 主動光火取得的成本以及安裝的方式 一家自動光都會是一個較好的解決方案 會有多少人需要像一家自動光這樣的一個開關呢 以台灣為例 就是全台灣有873萬戶 那每一戶都有一個瓦斯爐 可是不要忘了一台瓦斯爐 不會只有一顆玄鳥 所以我們以保守的10%來計算的話 就會有將近30億的一個市場規模 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商機 我們承諾每銷售出100台 就捐贈兩台做社會公益 目前已經捐贈的單位 包括了高雄市消防局 苗栗縣政府以及苗栗市政府 最後藥主科技不期待能夠改變社會什麼 但是我們相信守護廚房 就能夠守護幸福 並且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 謝謝大家 一家自動光 自動幫您光 好 相信我們的評審還有觀眾都跟我一樣 非常好奇說 到底我家裡面有多這樣子的保護 跟沒有這樣子的一家自動光的設備 到底差別在哪裡 我們現在先請你們做個測試好不好 這邊就是沒有裝一家自動光 這邊就是有裝一家自動光的樣子 好 那我先左邊先開火 這邊我一樣開火 跟原本的開火是一模一樣的 習慣都不用改變 唯獨是現在在做的動作是 設定時間 設定時間 我們現在設定的時間是一分鐘 對不對 對 您代表的意思是 待會兒也就是在一分鐘過後 它就會產生一個自動關閉的概念 是的 當然這當中不是只能設定一分鐘 對不對 還可以設定大概幾分鐘的一個 可以到60分鐘 可以到60分鐘 如果家裡面的火忘了關 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我相信大家會很擔心是 好像沒人力 現在時間到 發出聲音了 它會先提醒一分鐘 提醒的部分會用兩個階段 前面30秒是一個比較 短促的蜂鳴聲 後面30秒它的速度會加快 變急促 會更快 對 聲音會有85分貝 好 越來越急促了 聽到了應該要回來看一下 對 你應該要回來 但是還沒有回來 最擔心就是 有時候就是那個 有人睡到鬧鐘怎麼掉 都叫不行 好 停了之後 對 關掉了 是的 你們看向左邊 它就會繼續煮 如果我是設定5分鐘 它也叫5分鐘嗎 5分鐘到 它也是提醒你1分鐘 有1分鐘的提醒 對 然後就看你的設定時間 它就會來自動給你做關閉 好 我們接下來先請陳如芬老師 來 您做飯嗎 我自己都有點心動 就是用一個很聰明的創意 就提升家庭的安全 對 可是我們相位評審都有一個共通的疑問 就是 你這個東西有沒有專利 我們這個產品 我們開發之後 我們在第一個專利 我們是在107年的1月 我們得到了專利 我們目前在台灣已經下來的專利 有四個新型的專利 包含大陸的專利也下來了 美國的專利目前還在審核過 所以現在就是布局這三個國家的專利 是 當然看起來就是操作非常地簡便 是 幾乎已經出具 有一點比較像是智慧家庭的模型 可是你跟其他的沒有整合 你們有沒有其他的產品計畫 或是怎麼樣進階到智慧家庭 針對這個部分 5G的時代馬上它就要來臨了 所以我們下一代的產品 我們會 目前我們也與 師大工業教育系黃教授 我們開始在針對這個部分來進行開發 這個產品很快 就可以在各位的眼前可以亮相 你是說可以透過眼距的控制嗎 這個產品最重要 第一個來講 一定是要讓它能自己關閉 第一階段為什麼沒有做 我們發現有很多的長輩 他們不熟悉智慧型裝置的操作 所以我們反而是讓它們簡便 當然有了這個產品之後 接下來有很多很多的需求跑出來了 所以包含像我就會擔心 我的父母他們老家在煮東西的時候 他是不是有忘記關 可是忘記關的時候 他能不能讓我在我的智慧型裝置上面 也能夠知道他們的沒有關的訊息 如果其他不是瓦斯爐的爐形 譬如說美國市場有很多用電的 你們這個也可以用嗎 對 是 因為如果是觸控的模式 我們就沒辦法 當然我想在市場發展的過程裡面 我們並不是想要去取代所謂 某一項產品 而是說現有產品的市場 我們能不能讓它更安全 很高興說你們有拿到這一個 已經有新型專利了 公司有沒有對其他的更進階 或是跨到其他種類的這些爐具 或是相關的類似安全設備的一個 研發的能力 你們有沒有具備 或是你們有什麼記憶 剛剛有提到 海外市場的爐具 其實跟台灣是不一樣 所以包含像我們目前我們產品 它有一定的尺寸跟大小 對 這在國外的爐具來講 它可能只會適合最旁邊的一個旋鈕 所以我們為了要做海外市場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第二代的商品 也已經準備好了 我在這邊給大家先看一下 圓的 對 所以它旁邊的體積它會消失 也就是說國外的瓦斯爐 它如果有六顆旋鈕 八顆旋鈕 每一顆旋鈕都可以裝一個裝置 然後一樣開關 一樣自動會轉回去 這個商品我們目前已經到了一個階段了 我們也在測試整個商品的穩定度 畢竟是安全的產品 我們希望它的可靠度可以非常地高 讓每一個人使用都可以安心 那再問一下 請問你們這個OEM的地方 是在台灣還是 在台灣 這顆產品是 全世界唯一的商品 你們目前的出貨量有多少 從五月到現在來講 目前我們已經銷售數量 已經超過3萬台了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產品 真的是讓人很心動 我自己也會覺得說 身為一個家庭主婦很想買 可是我覺得你們的願景也很好 但我覺得回歸到一個 比較基本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未來的開發 或者是你們的行銷已經這麼完整 為什麼一些 在產品本身的小細節 譬如說它為什麼只能設定60分鐘 因為這樣子我可能一鍋粥是 廣東粥我來不及熬 然後再來就是 我會覺得現在的智慧的一些家店 或者是廚房用具 它也結合了很多設計上的概念 就是我們希望在國際上 發光發熱的話 有時候產品設計的細節 美觀 還有它設計本身的設計感 我覺得也滿重要 質感也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們的願景這麼多 有想過要回歸來 再做一些改良嗎 我先回答老師的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只設定60分鐘 其實這個商品 我們當初在開發的時候 當然一開始是 因為自己有這樣的問題 包含自己的家人 我們會擔心 所以我們希望再做一個 不要改變它使用習慣的產品 消防署一直在推一個觀念 叫做 可是我相信所有人的一個習慣 叫做開火閃人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做一個 這樣的東西 就是我希望你在煮東西的時候 它可以主動地啟動 第二個 時間到了時候 它可以愛心提醒你 爐子上面還有東西 但是千萬不要出門 請你在開火的時候 記得回去看一下 至於整個產品的部分來講 確實在第一個產品 我們並沒有在整個外觀上面 去做美觀的修飾 因為我們覺得安全性的東西來講 比較在意的是它的本質 我們最後請陳如芬老師 幫我們做個總結 其實這邊就有好幾位 你潛在的客戶 謝謝 家裡面都有長輩 或是自己偶爾也會不小心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 它其實非常方便 不需要改變什麼很容易的操作 所以相信它一定有相當的市場性 可是如果說你們自己 很認真在做的 就是怎麼去保障它的安全性 我不曉得有沒有 第三方的驗證科來幫你們 做這樣的一個把關 以及認證的這樣的工作 如果有的話 我相信消費者會更安心 不管是在功能 或是整個的質感上面 我們也期待你們可以更上層樓 然後我要等第二代的產品 因為我覺得它看起來 就比較輕薄短小一些 祝福你們 加油 好 謝謝 我們相信現在的 大家都越活越長壽 可是好像記憶力 也有可能越來越差的 一個情況之下 當然不一定只是老人家 其實我包括像現在Windy家裡面 有很可愛的小松果 這個女兒很可愛 可是她這個時候 可能也會想要去 搜尋街四樓 這樣子的一些裝備 也都可以鎖住的 這樣子對於大人 小孩 甚至於我們常常現在講電話 講手機 看LINE 看到忘記了 爐火真的是一個很重要 必須要有人去幫你關火的 這樣子的概念 其實滿有市場性的 不過未來的一些規劃 還是要特別地加油 好不好 OK 也祝福你們 今天我們三組的參賽隊伍 應該想說是競爭很激烈 到底誰可以勝出呢 稍後我們要來揭曉 好囉 好 差一點點 不過上外評審 其實比我們小風風還要嚴格 不過我覺得評審 還有講點非常好的 就是我們產品的ID設計 過去太專注於 對它的安全性跟可靠度上面 你沒有花太多視力 在ID設計上面 但是如果我們要跟上 國際的舞台的話 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們在這一方面 一定要多花一些時間 我們要加油 加油 今天可以說是 競爭非常非常地激烈 我們現在趕快來看看 今天三組團隊 他們的精采回顧 加油 評審對他們有什麼看法呢 感覺好像很多的合作夥伴 反而整體的行銷策略 比較沒有那麼充足 那我常常你真的講 如果我也想買第二台 第三台 那種質感 抱歉 它基本上就是訓練機器 學會一樣東西 然後替代人來做 它就可以做得比較好 看我們的剛才三組參賽者 他們的精采回顧之後 相信觀眾朋友們 現在心裡也在想 到底哪一組 有可能成為我們今天的冠軍呢 不過是不是有機會 可以跟我們評審的想法 是不是一致呢 現在把時間交給我們的 陳如芬老師 今天的三隊表現得都非常優 特別是在颱風的部分 我們評審 老師私底下在討論的時候 都要猜猜 他們是不是常上節目錄影 今天的第一隊 極二代 我們非常喜歡它這個概念 就是有志青年返鄉 回到農村去活化農村的經濟 現在其實這似乎在台灣 有形成一股蜂巢 我們期待這個極二代 可以去強化它的獨特性 雖然現在是一個聯盟 希望它未來能夠 更有效於地去經營 把這個 這樣一個特殊的模式 把它做起來 第二隊這個EQPY 它有抓到現在 善用雲端科技 跟人工智慧技術的 這樣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大環境 而且它可以用很精簡的人士 就做到相當的一個營業額 我們期待它未來的發展 能夠盡快地把平台經濟發展起來 我相信會有許多 其他的競爭者加入 第三隊藥主的這個產品 非常地輕便 又解決一個很重要的安全問題 我們期待它未來持續開發 一些經濟的產品 同時在它的產品設計上面 除了功能 希望能夠去加強設計的質感 讓這個東西真的看起來 非常地優 這是以上我們第三隊的建議 好 好 聽起來是人人有希望 但是 人人也沒把握 謝謝 好 不過我相信 現在老師心目中 已經有最佳團隊了 我們要請陳如芬老師來公佈 今天到底誰是我們今天的勝出隊伍 我們大家都非常期待 有更多的台灣之光產生 所以今天勝出的隊伍 其實我們看到它有 很強的市場性 同時它也可以把這個產品的價值 提升出來 所以今天得獎的是 藥主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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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能夠得獎 現在一定有一些想法跟感言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好 非常興奮 可以來到新創777這麼優質的一個節目 在這邊 可以看到很多台灣非常好的創意 以及認識到非常多的創業團隊 更重要的是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 新創777這樣一個優質的節目 可以讓更多人 看到一家自動觀 這樣的一個產品 守護家庭 守護廚房 就能夠守護幸福 真的 謝謝 好 其實我覺得今天來 除了能夠讓更多人 看到你們的努力跟付出之外 我覺得也連結到 很好的一個夥伴 當然非常棒的是 因為我們的局二代 他們要去野外做菜 對不對 做給那麼多人吃 要記得關火 好 再來 我們有一些這麼棒的活動 也要愛酷拍 雲攝影幫忙做很棒的紀錄 所以你們真的也可以 團結力量大 好嗎 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非常棒 今天各隊的表現非常地優異 當然最要感謝的還是 我們辛苦的評審老師 辛苦了 謝謝你們 謝謝 好 我們新創777 帶著大家發現台灣新契機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再會囉 大家繼續加油 繼續為我們台灣的金正廟棄 再會 拜拜 謝謝我們民視加入777 來搭建這個平台 讓我們的 台灣的創業夥伴們 有這個舞台可以展現自己 可以露出自己 來 謝謝 謝謝 今天真的非常感謝 而且有機會可以來到民視這邊 向大家介紹我們的服務 對 因為今天每個團隊都非常有優秀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從他們身上 我學習到有非常多的東西 雖然說就是沒有辦法 再經營到決賽這邊 但是我們今天的手禍還是非常多 我們希望把我們的服務 可以發展光大 推到更多的地方去 謝謝大家 謝謝 很高興可以來到新方七七七這節目 非常開心我們可以得獎 之後我們團隊會更加努力 研發這產品 讓更多人可以認識我們產品 也非常開心在這節目 可以認識到許多人的團隊 藥主科技 加油